賴皮靈 大家好 我們是早知道就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負責超人多重點督 知識土建百科 五十二建築 那其實我們家 本來就有負責超人的 產品蠻多的 對 主要是它的語氣 就是 For Taiwan 使用 裡面的音樂啊 故事啊 都是台灣的 而且內容也很豐富 像這個播放器我們之前用很久 就來分享一下52件組裡面有哪些東西 首先呢是在一個認知圖鑑777 然後還有四本國學啟蒙學習書 裡面呢還有六本雙語童話的繪本 六張學習掛圖 大張的可以掛在牆壁上 還有28張雙面點路板 四本趣味遊戲貼紙書 還有一張錄音貼紙跟一張分層貼紙 那可以自己錄製你的聲音 然後貼在書上面 點讀筆呢它裡面是有32G的能量 內建386首歌曲 可以隨時讓寶寶可以去聽耳歌啊故事 而睡眠音樂唐詩還有成語故事 都有在點讀筆裡面 點讀筆就是直接點這個書本上的符號 它就可以開始去點讀這一本內容 就是它除了是點讀筆 它也是一個隨身攜帶的 隨身攜帶的一個 玩具嗎 算是玩具 對對對 就是它帶出門都可能一樣 對 因為比起帶這一個比較大的 帶這個出門就真的方便很多 那這個點讀筆其實也有支援藍牙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覺得它太小聲 它隨時都可以連結 就是這種藍牙 喇叭 對 藍牙喇叭 然後可以直接播放 更大聲 為了操人兒童認知圖鑑呢 裡面包含了中英台山語的認知 我覺得裡面的繪畫 很實用 對 而且你只要點到這些圖片 它都會給你一些情境的對話 其實這個玩起來真的滿有趣的 很有趣 它除了中英台山語的認知以外 這邊也有遊戲可以去點選 可能就是會問你一些問題 叫你去點圖片裡面的位置 或有一些互動的小遊戲 還蠻不錯的 溜冰 雪人 瘦子 English February May M Move 然後還有四本 國學啟蒙的學習書 就這個唐詩啊 弟子歸 然後還有三字經 還有成語故事 一樣就是只要點到字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 念那一段句子給你聽 對 它就會念給你聽 如果你是點到圖片 它也會有一些圖片的 情境的一些故事 直接敘述出來 瘦狀陸土地 老大圖傷悲 我覺得這就給小朋友用聽的 從小聽這些故事 我覺得很棒 就是不會讓小朋友 一看到就覺得 啊好無聊的感覺喔 它的圖片就會讓人家想要 繼續讀下去的那種感覺 很可愛 六本雙語繪本 它也是非常經典的故事 同樣也是點到上面的字 它就會敘述這一段的內容 比人魚對人類的生活充滿好奇 英文是直接點 它就會敘述出來 所以不需要去再做切換 After that a princess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saw the fainted prince 點到圖片的時候 它就會 把這一段情境的故事 給它念出來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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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叫我的秘主 就是我秘主主定的愛 而且它點到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它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真的很有趣 而且它最後還有這個 單字學習 就是一些小測驗 對 畫的超可愛的 那這六張學習掛畫呢 分別就是有 數字 就是一到一百的練習 還有時間 認識時間 那這種掛畫就是可以 給你直接打開 然後掛在牆壁上 隨時可以 隨時可以看一下練習 然後也可以用點多筆去點 愛的懲罰 愛一愛 愛愛的思念 而且它也有就是可以直接 呃 做中英文的切換 你也可以直接切換著中英文 然後去練習 然後也有連續讀的這個功能 還有一些小遊戲 好棒 答你了 BEPMA 注音 跟 顏色 英文 像這種顏色啊 或是這種圖形 就是對一些比較小的小朋友 對 的學習就是 我覺得會蠻有幫助 對我覺得它好像就是每一個年紀 年齡 年齡層都有 接下來呢 是這個二十八張雙面點讀版 裡面呢 包含認知點讀版 寫實圖鑑 鋼琴跟木琴的遊戲 還有 繪畫 學習 音樂家點讀版 這種點讀版呢 就是比較隨時可以戴著 或是戴出門 就比較薄薄的一片 對 也是可以透過這些點讀的內容 去認識一些水果啊 或是一些交通工具 這種比較姿勢型的內容 在繪畫的部分 它也是有中、音、牌、三個語言 可以去做切換 都會有一些日常的生活對話 可以讓小朋友去學習 I'm sorry That's alright 然後它有超多經典的一些耳歌 音樂 耳歌 對 這個算是樂譜 對 可以直接點讀 它就會發出不同的音調 對 然後就可以照著上面彈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直接點擊上面的音樂欣賞 就可以直接播放音樂 就光這個28張雙面點讀版 就非常的豐富 它有四本趣味遊戲貼紙書 它有分超級市場 交通工具 動物王國 還有恐龍 恐龍世界 就是會有一種情境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拿貼紙 自己把貼紙貼到 就是 這些東西 應該出現的地方 或是 你希望讓它出現的地方 可以讓小朋友自由去發揮 然後貼上去以後 你再用點滷筆點它 它就會說 這個是香蕉 或是蔬菜 這樣子 它就會教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 洗衣巾可以把衣服變得乾淨 就是邊玩邊學習 玩貼紙 感覺很有趣 這樣子 不會只是都一直看書 對 那這個錄音貼紙呢 跟分層貼紙 也可以讓你原本的書籍變成有聲書 就是你想要讓它 內容呢 可以有聲音的話 你就把貼紙貼在那本書上面 然後直接 按錄音鍵 然後再點擊這個貼紙 開始錄音 夠 然後再停止錄音 停止錄音 你就可以直接 把那個內容錄製起來 夠 那分層貼紙其實像是 第一個你可以錄中文 第二個可以錄英文 英文 然後台語也可以 或客家話也可以 對 包括是說 像 它原本的書籍 你想要增加客語的話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貼紙貼上去 很彈性 看你想要怎麼使用 像我 只指是原住民 你要加原住民語也可以 對 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 這個設計 非常方便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我覺得很酷 對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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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一些體驗 還有開箱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非常感謝 東車圖書 讓我們這次可以體驗到這個 富特超人 多重點督 知識土間百科 超讚 我真的覺得 只要買這一整組 對 就夠了 對 可以用非常久 對 因為裡面內容超級多 這個點督筆 會發出聲音音樂 讓小朋友非常的會有興趣 對 不會只是單單的看書 這麼無聊 我們家的小朋友就玩得很開心 對 他們超喜歡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